中央民国112年11月8号 星期三 这个 更正 昨天不是东次 不是立东 今天才是立东 好那昨天因为以为是立东 被我讲到去吃补的人 这间麻烦再吃一次 连补 算是错开人潮 对啊 今天人潮超 每一间 每一间呢 有好多人 本来我觉得以往年来讲 我觉得立东并没有那么热潮 可是今年因为有些传说说 立东吃了会好运 要吃补 会带来财富跟好运 特别特别强调这一点 但今天真的好热 今天真的很热 大家到底要吃什么 吃两补可不可以 就是说八宝兵四五兵 不是四五兵 石井兵综合兵 红豆双倍炼奶 这一种可不可以 有没有什么补品是凉的 没有 龟苓膏我不吃 凉的燕窝 燕窝燕窝 但是动力 立东主要就是要暖身体 所以还是要喝热的东西 主要因为很多人指证 我不是那个立东 对不对 那同时他也说 他在炖补品 他就说他炖了某个补品 然后马上就叫我去吃 你知道 长辈 叫我今天去吃 然后他炖好了 然后叫我今天一定要去吃 这样子 那很棒啊 所以你现在就要离开了 是不是 再见 你的意思是说 拜拜 以下都是预录 胡说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 立东了嘛 既然立东了 对不对 麻烦各位 暖你的位之外 那个身体啊 请聚 也要开始准备过冬了 我们有44年睡眠的领航者 上品请聚床垫馆呢 一年一度都会做一个 对于我们提升我们睡眠品质呢 让我们有过一个很好的 暖冬的活动 这也是更毫无事及 那我们这次呢 的特别的活动呢 前几天有讲过嘛 这个是 上品请聚跟高雄 医学大学药学博士 共同研发的 CBD 石墨吸好棉被 唯一经过临床实验证明 什么叫临床实验证明 那一定是有找很多受试者去睡嘛 可能觉得真的是不错 蛮好睡的 可以帮助入睡 也可以促进你的睡眠品质 然后呢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研发的啦 这还是要有一些医学尝试 药学尝试 还有再加上人体工学 要研发好的枕头跟棉被 真的是不容易的 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本周五 11月10号 就是最后一天了 诚心 诚心的 真心提醒你 错过这个 你就会 真的会后悔 因为这个 到了真的很冷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难买 非常难买 好 如果对我们这个 CBD 石墨吸好棉被 上品请去 床电馆这个 精心研发的这个棉被 还有我们昨天有讲 大家知道它的配套跟赠品嘛 对不对 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床单 那一家之外 我大概都一定会带着自己的 毛巾 或者是隔单 隔床单之类的 就是这样子才比较 觉得有安全感 才睡得着 那这次呢 我就发觉有 我就常会觉得 换了楼层 比方说 我常住的这个民宿 我都是住它一楼有花园的 而且我主要那天 他就叫我换到楼上 对不对 哎 都不行哎 那个位置 床头跟脚的那个 我觉得方位不对 你知道 那第一天 因为我连住了蛮多晚的 我发觉 哎 第一天睡就觉得 怎么样都睡不着 很难哦 后来我想想 啊对 好像我睡前吃了三颗维他命B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要吃三颗 睡前为什么要吃维他命B 因为我忘了当天吃 我想说不行 这一定要耗费一些体力 应该要吃 结果睡了以后 真的好像精力充沛 完全不能入睡 也是有病你知道 因为我自己 以下不是医学常识 以下是个人身体体验 你通常要很劳累 或者觉得自己快要感冒的时候 我都会吃这个 然后让自己免疫力增强一下 啊然后他也可以压抑那个 咱们嘴巴的那个叫 带状跑者 压抑 压抑带状跑者 嘴破吗 嘴破对嘴破 嘴破跟带状跑者有差哦 哦嘴破对对嘴破嘴破 嘴破就会长在嘴巴 你知道吗 要长嘴巴的那个包 它突然间会有一点点小肿的时候 还没有长出来哦 对不对 你会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痛痛的 可是还没有长出那个包来 我就会吃 然后他就压下去了 他就压下去了 这个有可能只对姜太有用 对 我在强调是只对我有用哦 OK 然后呢 就睡不着 后来我就发觉第二天我就开始想要怎么做 怎么做 首先呢 我就掉头睡你知道吧 头脚对 掉换 我刚才完全正确 可是有些人会不习惯 头脚掉换 为什么你的脚会抵住床头板 对啊对啊 就会觉得快要撸下去了 嗯 头后面没东西 感觉有点不乱 我跟你讲 恰恰因为我的脚底住了床头板 对不对 我感觉与另外一个在对抗 就睡着了 你觉得你好像站着睡了是不是 我感觉我的脚底有支撑了 对 我就 阻底筋膜整个都放松了 整个感觉好像有在复健拉扯的感觉 就是当你真的觉得你怎么睡也睡不着的时候 我跟你讲 试着就换方向了 换了一个方向就对了 我以前有这样过 对啊 要换方向啊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 那时候打肚子的时候 有一阵子不太好睡 对 然后我就从那个床 头靠床头变成说 因为我等于是L型的床的意思 就是有一边是靠墙壁的 对 两边吧 L型的话应该两边会靠墙啊 就有床头 跟那个壁 一边是靠墙壁 对 所以等于说墙壁挡住嘛 然后我就等于转过来 头靠墙壁那一面 哦就够了 就稍微好睡一点 可是脚就会有点超出床 然后有点凉 诶我幻想到 我好像不能够靠壁睡 你喜欢旁边是空的 我很喜欢前面是墙壁诶 对 我很喜欢贴的墙壁很凉 诶我觉得我靠墙壁睡被压住了 哦不是啦 因为我墙壁都是狗在睡嘛 所以他习惯睡那个位置 我们家的狗一定要靠墙壁睡 他就喜欢 他对对 他一定要 背顶着那个墙 他才有安全感 脸朝我 我完全能懂 背顶墙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都没有睡墙壁那一天 因为狗睡了 第一段什么 我们是在讲到狗还没讲到台东吗 马上回来台东 好 我这次要跟大家报告 因为不再讲漏水了 大家已经听到烦死了 对不对 好 就是这几个礼拜呢 我因为要进入到那个 就是台东的房子的复建工程 然后呢 我就最近又是 首先讲上一周啦 因为上周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突然间觉得 因为我常加入那个 我是台东人的脸书嘛 你就会看到台东有什么好玩的 新奇的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货柜 为什么我觉得要买一个货柜 是因为有些东西 你可能不想丢掉 然后又觉得要有一个安全感保护着 所以那你可能不一定会用 你就觉得家里的很多东西 是不是可以放到货柜里面去 所以我就突然间就觉得说 好 来去看货柜 然后就 刚好要去看货柜的时候 我觉得你知道吗 我觉得台最远的地方最有效率 我这次一定要大大赞扬 这次包括我找园艺 就是园丁 然后再找旅门窗 然后再找那个之前联络好的 我跟你讲 你再联络好 他20分钟就到了 你知道 我刚才想说不用那么快 真的非常那么快 最可怕的是 我有一个才打完电话不久 他竟然说我已经到门口了 我刚才说你现在在哪里 他说我在你对面 我说不用这么快 真的很恐怖 那个效率是惊人的 我觉得效率是惊人 也是因为说 一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路很宽 路很宽 车不多 所以说没有什么塞车的情况 以至于真的是大家的效率超高的 就是你非常讶异 其实并不是一个很 好像生活很忙碌的地区 或者说工作机会很多的地区 但是他的效率超高的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 是不是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外面晃 有可能就是说 他们也在找 可是不是 吃吃喝喝 没有没有 他说他只有这个时段刚好可以 因为他要到下一个地方 那这缘分 对 他那个行程怎么排如此密集 高效率高效率 没有 所以让我怀疑 大家以为说 其实有些地方是没有工作机会 我待会要再讲下另外一个地方 我现在讲的是台东市区 市区 但他们其实并不是住在市区 有可能是住在周边的 比较其他的行政区 但是他们骑车速度好快 有一个小摩托车马上就开来了 或者是货车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那个照片 大家一定觉得莫名其妙 对不对 这到底你去哪里 你去干嘛 你是去玩呢 还是去飙车吗 怎么样 因为最近 有蛮多名车的活动 他们都会汇集在那个台东 对 就是他们可能每年会有一些集会 或者说假日的时候 就会有三道团 一起去骑 车友 对 他们都会骑东海岸 说不是台北的东海岸 应该是南回公路吧 南回公路之类的 因为那个你会看到很漂亮的海岸线 所以就蛮多人的 那为什么我会跟他们相逢呢 话说就是说这个 这个我先去 我先去询问这个 我要买什么建材 什么建材的时候 他就说 那我待会你可不可以来接我 各位我去看货柜 可不是我自己去 我会叫他来接我 因为我问了一句话 我说那你货柜在台东是哪里 我本来想叫一个车过去 他说我在资本 不是资本 资本还进 我在泰玛里 你知道泰玛里到台东 泰玛里隔壁 那个可不是隔壁 那个是隔很远 泰玛里跟台东市 真的还要差不多 三十分钟的车程要 至少 结果 我说 那你在 他说那你在哪里 我本来说我在民宿哪里 后来他说 他说他要先去一个地方 然后要砍一棵树 然后我说 哈 他说对 他说那等他做完这个的时候 他再过来 我说奇怪 你不是做货柜吗 我在那里会讲什么 叫真正的斜杠人 然后他的 他说那你现在在 我说我在建材行 他说那好 他说十五分钟 我就来接你 好我们就要到泰玛里了 那时候大概是中午三点 不到三点 不到三点 可我肚子很饿 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去建材行 看我要的东西 建材行因为很长的故事 要摆到后面 我一个一个来 先讲这个货柜之旅 然后呢 我就想说 我去看货柜之旅 我说我肚子好饿 我说他上了他的货柜车 你知道 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 我只是在脸书的 就跟他约了 脸书他在 他有什么 今天新到的货柜 有门没门 有窗没窗的各种 结果我就说好 然后我就上他车以后 我就说 对不起 那你等一下经过那个 有什么吃的 你可以先让我放下来 我想买一个吃的车上吃 那那个货柜的前座嘛 后面是空的嘛 再卡 后面是空的 就是没有棚的卡车嘛 然后前面的座位就 其实大家座柜一定知道 就是都会摆很多 他们平常要用的工具呀 或者是把温杯 然后还有什么 很多那种袋子 张张 拥挤啦 那我又蛮 顿位不是很小啊 好有点挤耶 可是他那个车子好像不能挑 你知道 不能 出位卖皇上 我说我肚子好饿 你可以停下去 他说 啊好 我等一下帮你停一下 你要吃润饼吗 我说可以啊 开啊 你就帮我停润饼摊 OK可以 他就说好 结果就开开开 开到他家 你知道 这妙了 我说这是哪里 我说这里没有润饼 他还在堂厂 台东堂厂 那边的住宅区 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 有点像是南投的中心新村 就是堂厂的 以前堂厂的员工啊 还有那个宿舍 还有私人的那个 就是有点像是眷村 很可爱 我说你家这有润饼 他说不是啦 因为我早上正好去 台东商校那边买几个润饼 还没吃啊 我说那你这 他说这我家 本来给我们家人吃的 他说你要吃吗 我说可以啊 但我吃你家人不就没 他说没有关系 他买了蛮多的 我跟他那润饼 大家看一下我有牌 就放在手 在预告有 就那个车子前座 我跟他讲 那润饼真的很大 你知道 他有两个 两个润饼 结果就吃了 我真的吃了很快 因为润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可是我非常饿 台东商校的润饼 台东的丰友们应该知道 结果我吃完一个 我说谢谢 谢谢真的还好 他说那你还饿吗 我说是还有点 他说那这个也给你 我说这什么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也蛮贵的 他说没关系 你吃了 我说好啦 反正我会跟你搞关 结果我就 吃了他两个润饼 有个人老板想说 他是客气 你多吃一个吧 我买给家人吃的 分一个 没有关系 我说我跟你买啦 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好意思 可是我真的买饿的 结果就说 好那你要下去看什么 我说其实我今天在 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建材行 我说因为其实我是想要看一些木头 什么什么 他说他刚好也要去另外一个建材行 所以我沿路去了很多地方都不是翻说的 对我真的假人告告 吃人够够 各位一定要看我的照片 不然你们一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然后沿路他就说 那你是哪里来 我说我台北 他说那你来这边干嘛 我大概讲了一些 我想买货柜的理由 然后呢 他就说他先带我去 他平常也会去的那个木材厂 我跟他讲啊 木材厂大家看一下 那个公司 那可不是一般的木材厂 那可是有点像神木厂了 就是巨大林木厂了 这种机械那种都有一点像 你知道那个德州电锯的场景 所以有点非常浩大 我说这个不是这个 我还没有要用到 我以后盖一个山林会用到 这个还没有 他说这个是他自己的 他平常有些东西 因为他今天做什么 他做货柜之外 他本身还是园艺 他还种花 所以待会大家往下看的时候 所以说他会有很多 他的工作就是 他说因为他很喜欢斜杠 就是说他很多才多艺 的意思就是 他又有他的亲戚在做货柜 所以他有做货柜买卖 但他的本业呢 是原意 他了解植物植栽 然后他会做景观设计 对景观设计才是他的本业 然后包括说 如果一些台风啊 或者什么时候 你的有些人的家里的那个树木啊 倒塌什么他也会去帮忙 剧木整理 所以这后面的那几根剧木 大家就会看得到了 好 他说那小姐 我说真的不好意思 今天麻烦你很多 然后他就沿路 我们就要从台东市 往太马里的方向 因为我之前是从高雄的坊山 然后从坊山走南回过来 所以我就不知道 倒回去的感觉是什么 就说你从高雄开到台东市 走的view 跟你从台东市往回开的那个 往高雄方向 往山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这次就从这边上 我觉得你看左边看右边差很多的 结果一边靠海一边靠山嘛 这是废话就对了 就火车最好你来的时候是看海 回去的时候是靠山这样子坐 我这走走走 他就说 我说那你的你的货柜厂停哪里 他说他停在哪一边 我说那你们台东很棒 每个人家都有一座山的感觉 他说因为他爸爸以前就是有一座山 还真的有一座山 他说真的吗 他说对 好像梁甲吧 我说那现在在干嘛 他说租给人家种世家 我说好 他说你要去看吧 我说没关系下次我们今天先看货柜好不好 他很忙 因为他还有租地给人家种世家 然后他自己还有种花 种什么 但是真的沿路都有他的产业 你看啊 先是到这个台塘是他家 对不对 接着到货柜厂那一块是原来的地 因为公路拓宽 所以他的那一块 林路的地比较小 就放着货柜 所以我就开始去看货柜了 但是老实讲后 我发觉货柜对我来说 有一点冰冷感 对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木屋型的货柜 可能你里面要在做内装什么的 后来我想说这个货柜 想想好了 因为货柜你摆在那边 那个环境就是 你可能还要找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适合放置它 所以你要再找一块 可以放置货柜的点 这个还要再考虑 但是沿途他去的地方 非常妙 就是他除了说自己种花 还有一个地 块地给人家种世家之外 你知道我看到一棵有一个地方 他说我家还有一个地方 我也盖了一个很棒的亭子 然后是家族的 我说你到底在海岸线 有多少的天产 他说好 我带你去看 就是往上看 他说很多网美都会在这拍 好像网美大家 网红都会对这两个字 有点敏感 可是我们一上去 真的是叫多梁车站 就是说你只要往上看 那个靠多梁车站的地方 从那边看火车经过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火车穿越了海 非常漂亮 我第一次在多梁 就是往上看 在上面看 那边上面有一个写一个 台湾 台湾还是台洞啊 应该会是台洞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得到 然后就上面 然后他就说这旁边 这旁边 就是你们在那边拍照的 左右都是他自己整地的 他免费整地让大家拍照 他一天到底睡几个小时 我说哇 这么漂亮 是这一位吗 不是不是 待会 然后往下走的时候 他说你看这一颗星 你一定要在这里拍照 一颗星 他说从这颗星 镜头穿越出去 火车来了 赶快拍 你知道这个时候 他说快点快点 你就是这里 火车 你要穿越这一颗 好像 好像结婚的那个 花园布置的那颗星 从这颗星 穿越那个镜头 火车过山洞 跟星跟海 星海天形成一色 我说 好 赶快拍 拍完以后 我说那意义是什么 他说意义就是 很多网美都会拍这一段 对就是 就是一个漂亮的景 很漂亮 你知道那个花 跟那个星 跟那个园艺 都是他种的 他说原来是很恐怖的 但是他想要让大家欣赏 说其实 你看到这个 我说那个是什么 他说那个是 黄金 哇 糟糕了 胡伟兰吗 还是什么 他说是黄金色 我说看起来很像黄金 他说对 这样子看起来有点像是 金针花的感觉 就是黄金色 在整个山上开着 我说那你没有 你没有跟那个 他说因为本来 本来这片地是没有人的 他说很多人都想卖 卖不掉 因为不知道做什么 后来他就觉得说 他把它 本来加他的跟买的 他就变成了这一片 然后他完全是没有做任何的收费 其实这是私人的土地 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 你看 从这边拍过去 你会看到火车 穿越好像过了山洞 又靠了海 我觉得我的技术可能有问题 不过当场现场看 的确是蛮美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那他想说你不要再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 我们必须在五点以前赶到货柜厂 好看完货柜呢 我说为什么 他是因为他还回来接小孩 好他的三个 他还有当爸爸 全职爸爸 很感人 我都不知道他太太在干嘛 春卷也是他买的 润饼也是他买的 小孩他也要接 太太的春卷的份可能被你吃了 对 他这个春卷可能本来就是要买给太太吃的 后来太太可能正要咬下去的时候 他可能说待一个辛苦 人可以吃 他要吃两个 对 结果 回程的时候他就讲说 他以前啊 有很多 他有认识一些什么伯伯 然后长辈 就告诉他说 人不要太计较 然后呢 人要分享 对 所以我觉得他 他在车上就开四人 你知道 给你一点正能量 对对对 我说 他说 那小姐你也很大胆 你都不认识我 然后脸书约了 然后就上我车 然后还跟我跑这么远 你知道我们中途还要经过这个 太马里去 还有经过京风 京风 还有经过京风的时候 我就觉得 京风 你会看到京风教会 小村庄 其实我觉得沿路的风景都很好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想在那边有好山好水 你要发展一些产业的话 会有一点点比较 比较 你要符合这个地域的特色 那会有一点点 就业机会可能就是偏向服务业 可能就是偏向服务业了 那这个服务业就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起来 如果今天要真的要把整条这个海岸线 那么漂亮的地方 你看很多外国人 很多外国人 他会很喜欢这里的话 就是我觉得我是台东人 这简直是一个百科全书了 结果我在那边找的时候 看到有一天 那个驻台东就知道说台东是那个榕树下米台木 因为我很喜欢吃他的那个拼盘 很好吃 然后他就搬家 搬家前他就讲说他们要搬到哪里 他就讲说因为那个在确诊期间 然后他就说非常感谢 谁谁谁谁帮他做这个木工的完修 让他可以很准时的就是乔迁 从这里搬到这里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木工师傅 他非常感谢他 可是这个木工师傅 他不是用名字 他也不是用没有电话 没有LINE 所以我想要找这个木工师傅的时候 我怎么找你知道吗 我就是想 那他底下有很多留言 对不对 一定会有很多留言说 是谁是谁是谁啊 然后他就其中有一个留言说 是谁啦 然后我就再找那个人的脸书 也没有 后来再翻 他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会认识他 或者他知道他的电话 我就发另外一个说 你认识他吗 你有他电话吗 所以是从不认识的脸书的留言 不认识的人就问他说 你有他电话吗 他给我他电话 所以我觉得大家彼此信任的感觉真好 但是大家一定要小心LINE的诈骗 不是这样子 不要这样随随便便的给人家电话号码 我是因为是问他说 他是木工师傅 怎么样才可以联络到他 所以就是从店里的感谢文的留言 留言里面的一则一则里面的 再问他 然后他才给我他的联络方式 联络方式了以后 他也不知道我怎么找到他的 然后我就请他来看 就我跟你讲 这也是真的很妙 我才跟他联络上而已 通常会很忙 对不对 他们唯一比较 他其实在东部来讲的话 他们的工作范围是非常大的 你可能是会在池上 你可能会在路野 或者你可能在观山 海端都有可能 那个台东很大 不是说你叫他马上可以来 我说那请问你住哪里 他说他大概住在哪一边 我说过来要大概多久 因为我从台北来可能没什么时间 他就说大概二三十分钟 我跟你讲我才挂完多久 没有多久 他说他骑车大概二十几分钟 过十几分钟 他说我到你家门口了 怎么每个人都这么有效率 你知道 后来真的都有效率 你不知道的捷径 真的 后来真的很有效率 然后我就说真的 我跟他聊完以后 然后他说你大概要多少 然后我就说这样子 那你你可不可以那个载我去哪里 因为我很喜欢充分的用别人的交通工具 他说你要去哪里 我说我要想到哪边去 你可不可以载我去 通常我也可以用我的两条腿走 但是因为最近走路实在走太多了 他说不行 你没有安全帽 我跟你说 这是我到台东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要戴安全帽 真的 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要戴安全帽 各位 我觉得他失言了 不是 他真的很受罚 人家就是这样手法安安分分的 真的 还可以老当一状好吗 通常会说 你没有戴安全帽都是台北 非常重要 不用戴安全帽吗 没有我就说 这里也要戴吗 说真的很安全 你知道吗 车子 车子 是我不守法了 对不起 请不要 以上完全是个人错误的经验 请不要照抄 他说要啊 我有被开过单 就是也有科技执法 所以好 所以我才说 原来也是要戴安全帽这件事情 我说好了 那就这样子了 你走小路了 我死都是要他债就对了 他说不行 因为他上次就是因为这样子 曾经就被被开了 我说好 那算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 我不要再来 没关系了 好 下次再有机会再来 因为他们要戴安全帽 这一点我这次知道 我还要摆一点安全帽 随时放在 放在那个伸手可以拿得到的地方 好 那因为什么我要想去看一下 因为我要去看 卫浴设备 好 大家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这其实是很多天了 往下看看卫浴设备 我觉得这更好了 一条边你知道 因为通常卫浴选配的时候 你只要看广告 这也是看广告的时候 你其实不太知道 他实际感觉怎样 尤其我这是在选购卫浴的时候 我就要说 怎么那么便宜 对我又失言了 说一句实话 我真的觉得很便宜 就他就跟我说 他们本来是哪些系统的 本来是在做什么的 后来自己出来创业 自己就出来创业 然后 我觉得真的蛮便宜的 有那个厕所 马桶对不对 shower 然后还有龙头 还有面台 还有眼 不是眼镜 镜面 加起来才不到两万块 是不是很便宜 抱歉我对装潢比较没有概念 应该是很便宜吧 装潢达人都这么说 我觉得很便宜啦 但是我是去看他的现场 也有很多很好的 哎不对 现场都是这么便宜 应该是这样子讲 没有什么很贵的 我就说 哇你们这个卖场很大 我上次在你对面 买卤味的时候 我就看到你了 我是因为买卤味 然后呢就看到他 我就说 哎真的很不错 他就说 对他们只要下订 然后就可以 大概到庄 只要一个礼拜 就是你跟他下订单 然后到庄 然后我说 好那你可不可以 他说 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去量尺寸 我再告诉各位 超高效率的事情 我这样子 我上火车前 对不对 我到他那边去看 然后呢 就跟他说 好我下礼拜再来 因为来不及了嘛 已经要走 要回家 要赶车了 我在火车站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们师父可不可以 现在就过去量 因为木工的师父 五点就要下班 我说那木工 等一下就要下班了 可能 我三点多看 四点多要上车的时候 他说 我说木工师父 五点就会下班 就没有人帮你开门了 他说 那我们的师父 现在可不可以去量尺寸 你知道五点下班前 他的师父 我看完到他联络 中间不到一个小时 他已经把尺寸量完了 他已经到现场量完了 我觉得这效率 这在台东的效率 会让你很讶异 大家觉得台东的节奏 是缓慢的 其实不是 但是你感觉到的 气氛是缓慢的 你只要有工作 大家的工作的积极度 令人想象不到 其实很有效率 就想要赶快做完 非常的积极 没有赶快做完 他五点要下班 这也是很棒的动力 也就是说 他其实过的一种生活 是我不要加班的生活 就是我到天黑 我就要回家了 然后我也不需要 多做很多事情 我就是你告诉我 现在OK我做完好 例如说 我们的货柜传奇 张穆先生 他就是五点一定要做完 为什么 因为他要去接小孩了 回家了 还有我又把他论饼吃光了 所以很多人 他的一天就是五点就结束了 包括有很多 你看到的店家 他可能七点六点多 他也会关门 就是他也会打烊了 打烊后是真的打烊 也不接电话的打烊 好 再来再讲一个 就是说 其他的很多 琐碎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会在那几天呢 因为我常常 人家施工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我叫过去 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因为我怕你等一下又要改了 哈哈哈哈 他说 这哪顶了 再拔掉很麻烦哦 你又不要过来看一下 我要过马路过去 这样子 他常会叫我过去 所以我要整天都备战状态 你知道 重点是 我真的没有看到什么 我也没有养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为什么我一站在那个 就有蚊子 蚊子不咬他们的耶 蚊子是会欺负外地来的 看门的蚊子 对蚊子会欺负外地来的耶 我觉得好奇怪 我现在讲起来 我都觉得有点痒了 你知道 还有我这次带了三种 三种喷雾 看看到底哪一种喷雾 是比较有效的 就是真的会有蚊子 这点我比较困扰一点 好这个 这个大概工程 我想还要再 差不多一个月吧 差不多还要一个月 哇 也就是说 请问一下那个 有没有快速一点的火车 我已经没得选 我觉得最快最快的 应该是心智强号的 要三个多小时 这是最快的 心智强号很漂亮 最快就心智强号了 对 而且我回程的时候 还看到一个 超级像淀粉王的背影 大家一定要看 有个小姑娘 有个小姑娘 真的超级像淀粉王 我想说 我回程中